哈囉大家好我是董傑安 這次我要教各位有關於拇指打板的一些技巧 然後還有一些我的使用心得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拇指打板的動作 拇指打板的動作它其實對我來講有點像是Bass的Slam 所以它的動作其實有點像是這個樣子 你可以比出一個這樣子的手勢 然後依照你的食指當做軸心 然後去做轉動的動作 它有點像是這個動作 然後只是你會看到有一些人他的動作會很小 那個是因為他非常的熟練 所以對於剛開始如果你剛開始練習這個動作的話 你可以動作做大概也沒有關係 然後做這樣的動作去敲打你的旋 在實際的彈奏上面 我們通常大拇指會打在我們根音彈奏的位置上 所以假設現在的彈奏根音在第五條旋的話 那我們大拇指就會打在第五條旋上面 所以假設現在根音在第六條旋的話 那麼它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們就會注意到 我現在大拇指會打在第六條旋上面 所以你們就會注意到 所以你們就會注意到 在我自己的實際經驗當中 我會把拇指打板分為以下幾種狀況 我會把拇指打板分為以下幾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是最常見的 當我們打板打下去的時候 我們會把所有的聲音給悶掉 那麼這時候除了靠我們的大拇指以外 也會靠我們下面的手指頭 把高音的部分給消音消掉 所以它會長這個樣子 那麼注意一下 我們主要打板是靠大拇指 一樣剛剛這個動作 那麼我們這邊的手指 它絕對不是這樣插下去的 這樣子你的手會很痛 我們這邊的手指頭 它只是輕輕的放到我們的旋上面 那麼通常我們一樣也會看 我們彈奏的旋在哪邊 然後我們就會將我們的手指頭 放到那幾條旋上面 方便我們等一下馬上可以接著做彈奏的動作 再看一次 我現在彈奏的是二三四五旋 大拇指會在第五旋 所以它會長這個樣子 打板會打在第五旋 然後下面的手指頭 輕輕的放在二三四旋上面 我現在已經放在旋上面了 所以我馬上可以接著做彈奏的動作 接著下一種狀況 是我們單純只會做打板的動作 如果我現在想要把高音的聲音給留住 在打板的時候想要把高音的聲音給留住 不要讓它消失的話 那我們可以很簡單的 不要將我們的下面 這幾根手指頭放到旋上就好 單純的用大拇指 把根音做打板的動作 然後所以根音會不見 不過我們下面高音的弦還會留著 所以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再看一次 有沒有高音就還會留著 所以我們就一樣可以做原本的彈奏 接下來一種是近幾年比較常見的 如果我們想要在打板的同時 還想要有彈奏的動作 那麼很簡單的 我們可以將我們下面的手指頭 通常會是中指或無名指 然後做一個蜘蛛人蜘蛛手 Spiderman彈出去的一個動作 OK 然後這時候它就會有一個彈奏的動作 所以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當然你也可以去做換旋律啊 換其他的音符的動作 就會長這個樣子 就算了 對 我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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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動作 感谢观看